在吊车帮忙下工作人员拿着电锯 从椰子树最上层开始分段切除 学童们高喊树爷爷拜拜 树爷爷拜拜 七堵国小大门口广场上有六棵大约六层楼高 从日炬时代种植到今天 粗估有80年历史的大王爷 因为考虑交通和学生安全 市政府和学校决定刚好在8月8号父亲节当天 移除这六棵大王爷子树 移除前先由校长林志燕和市里远章耿辉进行祭拜仪式 告别这六棵大王爷 随后看着分段切割移除 学童们高喊树爷爷拜拜 也让道场关心移除工作的议员们更加不舍 但也尊重学校大多数家长和市政府的决定 七堵国小大王爷的野主确实在我个人是非常有点不舍 因为毕竟我世代的家人都在这边就读 尤其从我爸爸还有我的儿子女 包括现在的孙子都在七堵国小来就读 那这个大王爷也跟我们整个生活圈都是息息相关 也是地方上的一个地标 那这是因为基于安全上的考量 其实大王爷的整个身体状况 那经过学校的整个家长会的调查 也尊重民意 我想当然最终也是经过市政府的核准 然后来做最后的移除 我们七堵国小前面这六棵椰子树是陪伴了我们七堵人与七堵国小 赐我们共同的回忆 那也陪伴了大家将近百年的时间 那所以相信大家都非常不舍 但是因为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安全的考量 这个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行走的安全 还有我们车子跟机车的行车安全 所以市政府跟七堵国小才会忍痛的来移除我们这个椰子树 这个家长会还有这个学校 七堵国小学校这方面还有包括一些居民 经过沟通之后还是考量到居民的一个安全为首要 所以昨天就是针对这个整个大王椰子树整个做一个就是铲除 那我其实也非常舍不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椰子树在我们七堵国小也算是一个地标 那也跟我们七堵人真的相处了几十年了 有浓浓的感情 我们都知道植物它也是有生命的 它是有灵气的 本身我自己也是爱植物的一个名义代表 所以我真的 其实我昨天看到在整个铲除的过程 我真的快哭出来了 因为我对植物就是本身我的个性就非常喜欢植物 所以我真的满满的不舍 虽然早已经是七堵国小的门面地标 和许多毕业学生以及民众的共同记忆 但是因为大王爷落下的树叶 其实是树壳 容易砸伤学生 也曾经造成临近主要道路 明德一路上机车骑士跌倒受伤 因此校方调查学生家长意见 全校超过三分之二家长赞成锦束移除 最后由市政府拍板决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成功 强调查看